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视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看我们的这个新闻的播报 说这个亲属移民取消了经济担保书 那么他问到这个是否包括未婚妻移民签证 是不是取消经济担保书 是不是意味着去面谈是不用提供申请人的税表了呢 另外一个网友同问的就说 是不是不用填I-864了呢 这个我们现在请Tina来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其实要澄清一下 因为我们看了这个消息的来源呢 是由于移民局在执行拜登在3月19号的时候呢 取消了有关公众负担法案的这么的一个消息 然后呢取消的同时呢 移民局也公布了 他取消了那个川普在去年2020年10月2号 所在那个公众负担法案增加的一个叫 FDAVAL Support Proposed Rule 它的意思是说 在原本的公众负担法案上面呢 川普其实在这个2020年的10月2号呢 增加了一个叫Affidavit of Support 就是那个担保书 一个Proposed Rule 就是一个带要 就有待增加的一个书 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呢 并不是说包含整个864的本身 它只是在864的情况下 整整增加了两个规定 一个呢是大幅增加那个移民的费用 费用就包括什么N400呀 包括什么其他的 就是有一个费用的增加 另外一个呢就是 那个开始实行这个944跟5044 那3月19号移民局的这条规定呢 它只是把在取消这个公众负担法案的同时呢 把这个原本川普在2020年10月2号 所增加的这个Proposed Rule呢 把它一起给 redraw掉 就是撤回 撤回就不再生效了 那他用的 用的这个词语是redraw 就是撤回嘛 所以呢就等于 有关于共众负担法案里面的 包括两点 一点呢就是944跟5044以后 这个要增加什么自我披露财产的这个问题 还有这个那个涨那个移民归费的问题呢 就不再实行了 所以呢要澄清的一点呢 是说并不是说以后所有的公民申请配偶 绿卡申请配偶 亲属移民不需要交864 因为呢864还是要交的 但是不需要再交944跟5044了 那这个呢是属于 这个拜登在3月19号所要撤销的这个 所谓的efter support proposal rule里面的一个规定 并不是说撤销864整个过程 就整个担保的这个 这个规定只是取消一点 就是说他川普在去年新增加的两条规定而已 好了解了 所以就说这个大家一定要以正视听 因为大家听到这个经济担保书的这一部分 马上就联想到了我们经常说的i864 就是这个我们通常要做的这个经济担保的这一部分 但是现在呢 刚才听到解释清楚了 就是说这个取消的只是在去年的 这加上去的两样 一个是这个加钱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944的这一部分 所以就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 所以我们前面也是花了一点时间 请Tina这个做了一些这个search 然后呢我这边呢也在跟我们的这个主播进行沟通 那么这个希望没有给大家带来太大的一个困扰 希望刚才Tina的解释能够给大家一些这个回答 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 大家还可以继续来留言 当然因为这个我刚才问Tina 你来说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也是觉得就挺惊讶这么大的事情啊 如果真的是A864被取消的话 这也算是一件大事了吧Tina在移民体制度上来说 因为864并不是说 最近川普上台或者谁上台 他所要就所要那个才实行的 因为864是基本上有了移民法之后 你亲属移民的话 都是需要做的一个一个一个保证 一个FDVSupport都是每一个那个亲属移民都是需要完成的 只不过是说因为川普上台 所以把这个FDVSupport他所增加的Purpose Rule里面就是把它扩张了 只是现在拜登要撤销的要撤回的 这个只是扩张的这一部分 并不代表整个864他都会取消 这个可能性不大 但是呢有一点需要更新的就是说移民局在上礼拜吧 已经有更新了这个有关公众负担法案的时候的表格 包括涉及到的485 因为我们知道485上面有一些 那个Public Charge的有一些条款的嘛 就有关944的 特别问你过去三年有没有一年连续用过怎么怎么样的 那一个呢是539像这些呢他们在发布了一个新的表格 有关485啊539啊2129啊这种有关Public Charge的 已经公布了在4月8号还是9号 我印象中是8号啦 8号之前呢你还可以用旧的表格 但是8月4月8号之后呢 就一定要用新的这个485的表格了 里面有关那个新的那个表格的规定 包括那个公众负担法案这一部分的撤销 所以呢如果各位在美国这边 如果要交调整身份485啊 H1B啊 这个539调整身份啊 转换身份啊都是需要沿用 特别在4月8号之后呢要沿用新的表格 不然的话呢你如果沿用旧的表格的话呢 你的那个申请会被退的 嗯好 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啊 因为最近的这些有一些这个政策的变动 所以有些表格有一些更新大家还是要稍微来注意一下 不好意思 我插一个哈 因为呢刚才我们所说的 大家网友非常关注的那个取消Purpose Rule的那个问题 除了这两个之外呢 还有一个哈 去年川普在10月2号的时候呢 这个Purpose Rule呢 其中还包括了另外一点 就是有关一个Affidavit 经济担保书的一个加强版 所谓的加强版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除了864之外 他有额外的就是有一个 他将要开始要把这个864想要改的改什么呢 就比如说他要去提供更多的evidence啊 对sponsor的比如说责任要求 跟他曾经sponsor自己接受过的福利 会重新审查 对那个864里面的househood的定义有所改变 对需要经济担保的这些人的这些范围啊 比如说你如果在境外的长时间的 可能这些范围有所改变 但这个也是算是Purpose Rule里面的一种 但是这个是864的加强版 现在呢他撤销了这个Purpose Rule了 也就是说用回来这个864呢 就不再用加强版 就不会审查那么多东西了 但是864还是需要使用的 我就再强调一下 好好知道了 这个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告诉大家 864并没有取消 只不过你提供的资料 以及他审查的这个东西 可能相对来说就会少了一点 就回到原来啦 回到我们之前 回到原来 就简单的那种 对 简单的那种 但是并不是这个说取消了I864 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辛苦听了哈 这个但是这个大家还是要 最后跟大家强调一点哈 这个经济担保依然有 I864依然要填 只不过是944没有了 好不好 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个状况哈 这个一开始之后 接下来已经跟我们解释了 拜 请不吝点赞 来自行 给你订阅 再来对